两个班级 听一下你们的口号 今天咱们职业技能的第一课 和旅游相关 你们在旅游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千奇百怪的事 有 这个我可遇上过 我去那哪儿 我买猴呢 摩洛哥 摩洛哥 我去摩洛哥 我那个阶段那个审美 很跳脱 这死活看上个大铁猴 林志玲付的运费 我也在呢 对 你也在 我跟你扛了一路 我想要这个大行星 我想要这个大行星 太漂亮了 这扎着手啊 关键是扎手 是扎的 回来过去看你啊 天空 天空天空 天空天 我们所有人内心都是 哎 腾哥认真的吗 腾哥一边就说 哎呀花啊 我跟你说 这真的哎呀 艺术品啊 哇塞 这真的是太艺术了 哇你看他那个表情 做的那个生动啊 我们就说 嗯 嗯 那个表情啊 有可能都是按照你的母子做的 关键是回来了一顿被吐槽 你说捧那个网友吐吐槽也行 商家也吐槽我 商家说这是我们出口的 最难看的一个作品 好不容易出去了 网友给你买回来 你说就这样的 何德何能 出门一分钱不带 买了一个林志玲给你付钱 华华给你扛着 啥何德何能啊 节目效果 旅游大家都喜欢啊 旅游是第三产业的主导产业 2018年的时候 全国开设旅游相关专业的 高职中职院校2000多所 每年为旅游业培养的 专业的技术技能人才 超过20万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堂 职业技能公开课就是 导游服务 接下来我们有请本节课的 专业老师 实力见证王牌 时刻记录精彩 Vivo王牌时刻 让我们欢迎全国优秀导游 浙江省导游大赛冠军 杭州市城市形象代言人 资深的金牌导游朱铭 欢迎 肚子百家 百家真名 我是朱铭 现在这个麦没有拿上来 都有一股拿上来的感觉 网上大家都称你为小黑老师 对 很多跟团游的时候 会有强制消费的现象 那有没有什么法律 就是比如保护游客啊什么的 一上来就问这么刺激的问题 对 其实我想我想问那个 你们一搬一块玉回扣是多少 对 国家是那个 我妈好像每次跟团出去 回来都得带一块儿去 对 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个 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签旅游合同 因为我们国家有一部法律 叫旅游法 但凡你是有旅游合同出去旅游的 只要行程当中有的东西 回来都可以退 第二个 有可能你们去的时候 没签合同的也有对吧 但凡没签合同 当时就违法 其实我们国家文旅局是有罚款的 所以你记住这两点走遍天下 都不怕 妙刀 我还真想知道 导游一般都学一些哪些学科呢 导游实物 导游基础知识 政策法规 我们是要学法律的 然后各地的基础知识 比如说我们要学 许许多多的三三五月 是哪三三哪五月 为什么爸爸的爸爸 叫爷爷妈妈的妈妈 叫外婆不叫内婆呢 那和那个木马是一样的 爸爸的爸爸 方华有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就是学习导游这个专业 它的这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因为这样的行业 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看到各地的景色 其实我们也是民间外交家 可以走遍全世界各个地方 对 所以说这样的 一 自由 二 关键是所有的游客 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景观 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带着不同的游客 你跟喜欢的人去的时候 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你们如果去到全国各地 那是不是各地的这个画 你都得会点 不然没有办法跟当地人交流 那您会说几种方言啊 大部分吧 大部分 山东话 当那个当当那个当 现验碎域不要讲 方言是有技巧的吗 对 比如说南京话 南京话 走下波音 南京的 还是对 扬州话 最后一个音往上走 乖乖隆地送 然后上海话前面加个老 老领啊 老脸子啊 老甲啊 老曲啊 比如说鲜话 鲜话的话其实是 第一声换到第三声 第三声换到第四声 第四声换到第一声 比如说 秦兵马俑 秦兵马俑 你像河南里 陕西话是 饿像吃饭咧 河南话是 安乡吃饭咧 反正也有一点像 我们只需要浅慧 对 差不多 有那个意思 大家觉得 好玩 然后他会教你